它是来自于苗里布里布里镇的猫咪马鼠,目标是成为宝可梦大师。 猫咪与巴大蝶分开后,决定去买个不羁品,当走到城镇门口时。 诶,怎么前面有一堆椰蛋树,还有蛋蛋,到底发问我事情? 而且正在从我这边跑分,我只好派出我的宝可梦,去吧! 小火龙,小火龙,使出你的绝招分射火焰! 小火,小火! 一群蛋蛋跟椰蛋树就这样跑了,于是猫痣决定先去看看。 怎么?椰蛋树又跑进城镇了,去吧!小火龙,使出噴射火焰! 小火,小火! 因为再次清掉一群蛋蛋还有椰蛋树,小火龙突然。 小火龙,恭喜你成为火孔了!你先回来休息吧!辛苦你了! 当让蛋蛋跟椰蛋树回去森林后,突然火箭队出现,抓走了他们。 火箭队,你为什么要把那些椰蛋树拦截?你们要干什么坏事? 蛤?我们来决斗放开那些椰蛋树吧! 火箭队,你要抓寻那一群椰蛋树做什么? 你不知道这些蛋很贵呢? 就会把那些椰蛋树换了? 记住你们了,决斗!去吧!火孔龙! 火箭阑! 火箭阻撓! 去吧,皮卡丘! 皮卡!皮卡! -敌卡! -敌卡! -敌卡丘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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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使出!力招式!我们一式带走! 不要讓我們的火恐龍有表現的機會 今天他是出來領便當的 終極福特狂雷傘 火恐龍你有表現的機會 難得 皮卡丘 火恐龍 避開 我們的皮卡丘 竟然鎖血了 沒有關係 火恐龍始初練練建設 你什麼時候學會噴射火焰呢 剛剛不是才剛學會 怎麼就忘記了呢 皮卡丘 給他最後一集 十萬福特 最後 毛智還是沒有搶到 蛋蛋 但是小火龍偷偷一打多 進化成了 火恐龍 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 你好 不可以